嗨,我是LS 今天我們來測試冰湖的壓縮機的分貝 這是剛剛才從大陸進口的冰湖行動冰箱 這一台的壓縮機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台壓縮機是德國技術中國製造 它沒有貼LOGO 那這一台的壓縮機 是LG 這兩款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這個是進口壓縮機 這是中國製造 這是容量大小不一樣 給大家看一下容量大小 它這是有冷藏 冷凍 冷凍 那我們現在測試 今天來測試它的壓縮機的 音背 它的聲音 那我們現在已經調整了 這台也調整到 18度 那這台也調整到18度 兩個都調整到18度 那現在兩邊的壓縮機都已經在打了 這是冰湖系列 這是冰湖系列 我們現在已經開 手機的分貝 我們現在已經開手機的那個 分貝器 聲 聲音統計器 你看我現在講話 那個聲音的指數 我們現在來聽 中國製造的壓縮機 德國的分貝到底是多少 60 那放這邊 這台是有打壓縮機的聲音 六十六十五 這邊到七十二 這邊到八十一了 後面是壓縮機的聲音到八十一 好 我們車剛剛測這台是八十一 外面的人氣大概也是八十七九八十左右 好 那我們現在來聽這一台 LG的 這台我自己聽感覺安靜很多 這台有點吵 我先把他電源給關掉 好 這台我壓縮機也停掉 那我們已經開這台壓縮機 五十三 他的壓縮機有點像水流的聲音 這邊也測一下 五十六 我測一下 五十二 我測一下 這台就安靜許多 這台就安靜許多 好 這 勝負揭銷了 就是LG LG 聲音比較安靜 我現在把他的電源也切掉 我現在把他的電源也切掉 德國技術 叫德基 德基 德基 哦 的聲音 好了 也是要分享給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台 這台 冰湖的APP 重新開取 這兩台冰湖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功能啊 他有這個 他有藍牙的符號 然後我們先搜尋 search 他這台型號叫 001 然後我們現在登入 他已經連到他的 APP 再搜尋這一台 search 按一下 我們搜尋到了 這一台 然後他可以調溫度 然後他的電壓 他最低就是20度 這是冰湖 我們現在給他休息 把電源關掉 再關掉 好 我們現在換一台 這一台 這兩台其實都可以連 這一台 我們先跳出來 先連線 電源打開 好 我們打開電源了 然後我們調到10度 不要這麼冷 然後 然後冷藏我們是調到 三度 有時候邊牛奶 邊什麼 這一台很方便 錄影在用的 對 好啦 以上 分享給大家 這兩台都可以連APP 大家評估哪一台比較好 得到 好 操